我們豐原就是當初我先生嘛黃宥嘉他爸爸就是從第一代 然後做了養豐四十幾年 然後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嘛 所以我老公就就接下來順勢的接下來這樣子 以前的規模大嗎還是現在規模比較大 以前算比較大一點 對那時候親戚朋友大家都是一起養豐嘛 所以都會互相幫忙 所以人多養的就多就對 對會互相因為搬的時候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他需要人力 對所以我們就是會互相幫忙 因為要搭胖啊就是你今天幫我要換隔天的話 我們再幫你這樣子 他是每個月都要移動還是以這個每一季 算是每一季 就會跟著花季 對因為花他不一定說有時候這個地方會開 那可能明年這個地方就開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常常都要去找那個場地 嗯就有一個人先去找找到之後再回報 對然後再出動大貨車 對然後載所有的風箱過去 對啊 以前的環境跟現在應該有差吧 以前應該比較好養對不對 以前因為現在農藥噴的比較多 以前是比較沒有噴那麼多的農藥 所以以前產量也比較大 可能氣候也有一點影響 整個生態都比較OK 以前產量也比較大 現在產量都已經比以前少很多了 因為花少之後自然就採的少 對 農藥問題 對然後現在農藥問題比較盛行 所以我們都要特地去找那個 自然的然後沒有污染的 需要一大片的 那就要一直往深山找 對 就越早越裡面 越早越深山了 蜂蜜有農藥殘留的問題嗎 應該沒有對不對 因為蜜蜂踩到就死掉了嗎 對 帶不回來嗎 一般的話其實不太會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會怕農藥殘留的問題 那我們內行的知道的是說 因為蜜蜂只要沾到一點 它就回不來了 不太去擔心說 蜂蜜裡面會有殘留農藥 是比較需要擔心的是一些那個 燙生素啊 還有那個糖分 糖 怕糖是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人會餵糖 像我們的話 我們都是產季去採的 然後所以它那個 純度是非常高的 是 所以那個糖不是指那個 比較不好的蜜蜜 它才會加一些果糖嗎 對不對 那如果比較純的應該就不會加嗎 純的是不可能會去加 因為像我們每年是要比賽 對 我們比賽的話 它就是會檢驗很嚴格 國家檢驗是非常嚴格的 是 然後你第一階段你就過不了了 那一般人自己養蜂 也很多人說自己養蜂 但是 因為他們沒有一來一去的 有可能就會去餵糖 因為沒有花 沒有那個花可以吃 是 餵糖讓它採 對 不是蜂蜜直接加果糖下去攪 因為我以前買比較便宜的 因為他們的蜂蜜都是這樣烤的 很多會有調和 對對 調和蜜 它要讓產量大 對 所以像 一般我們 我們自己 存的話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量產 都是限量的 所以它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對 沒有辦法說像 大宗的那種可以量產 不像工廠這樣可以一直做 對對對 我們不像工廠 好 那說你們之前也有比賽 是你們這個 常常都會拿你們的蜂蜜去比賽 對 我們幾乎每年要比賽 因為 我們為了要給消費者 對 給他們心安 然後 也 呼籲大家說要 支持台灣的國產的東西 因為很多都是外來的 對 我們就是每年要比賽 第一階段一定是你要檢驗通過 嗯 對 水分啊 還有一些 那個 糖分的 還有一些什麼 四環素那些 我們都是要做檢驗 就是非常嚴格 然後我們現在也有參加那個 產銷履歷 嗯 是對消費者的一種 保障 然後他們也吃得比較安心 嗯 好 來講一下你現場的一些產品 然後我們現場 今天有 就是 就是 得獎的蜂蜜 這是全國 頭等獎 嗯 對 我們每年幾乎都會比賽 然後這幾年也都有 得獎 對 全國頭等的 然後這個 我們的品牌 黃金楓源 黃金楓 對粉絲專業都可以查詢得到 嗯 對 這是龍眼 這我們有分幾個包裝啊 像這個 就是七百克嘛 那這是比較小包裝 是一般小家庭 或者是 在外面租房 他們想要試吃的 比較小量的 對 比較小量的 這是荔枝 今天是荔枝 然後這邊也都是 頭等獎 得獎 全國頭等獎的 嗯 還有龍眼 那這是桶裝的 現在桶裝大家比較越來越少做 越來越少賣啊 對 因為太大瓶了是不是 因為 對啊 太大瓶 現在小家庭大家都習慣這個 七百克 因為它也比較好到啊 嗯 嗯 那個蜂蜜會有保存期限嗎 蜂蜜一般來講 如果是蠢的話 一般是沒有 沒有保存期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比較潮濕嘛 所以我們是 正常我們會建議大家 在兩年內 內喝完 兩年兩年內喝完的話 它的營養成分是最高的 所以你越喝越久 你的營養成分會越來越消失 然後尤其是那個酵素 酵素的部分 喔 雖然沒有壞 可是就沒有營養 對 但是就剩下甜甜的這樣子 就剩糖而已啊 對 但是如果是蠢的話 你放五年以上 我們有試過嘛 都是香氣很 打開那個香 天然的香氣還很夠 嗯 對 那它打開怎麼保存 打開你一般的話 陰涼醋還是放冰箱 放陰涼醋 然後你不要一直開開關關 放冰箱的話 它會倒不出來 因為純蜂蜜 會結塊 對 所以要隔水加熱是不是 嗯 如果加工品 是可以 可能是可以倒得出來 但是 純蜂蜜一定是沒辦法倒的 那如果放冰箱怎麼辦 放冰箱你要用挖的 阿如果你想要 變成 可以倒的話 你就是要隔水加熱 不要超過五十度 所以這樣講 放陰涼醋就好了 對 所以你剛剛講 不要開關關是指說 不要打開的太平凡 就是怕空氣氧化是不是 對 尤其是 台灣濕氣比較重 嗯 它比較容易潮濕 會酸掉 蛤 蜂蜜會放到酸喔 會 像一般人 他覺得說去高山遊玩的時候 他們會買那個線材的 那線材的 它有一個 就是 不好的地方 就是 它沒有辦法保存 超過兩個月 是 它會酸掉 因為它沒有處理是不是 對 所以 你們回來會怎麼處理 就是 會有一個 乾燥處理 它水分一定要降到 喔 除水 大概在20%左右 像我們比賽也是都要規定在20%左右 所以它含水的話 就容易壞 含水量太高 對 所以要另外 這個就是你們技術嗎 還是普遍大家都知道要這樣做 對 如果你要保存的話 保存 你就是必須要這樣做 不然就是你採完 就是你知道 馬上要很快喝完這樣子 好 最後跟我們講要怎麼分辨 好的蜜跟不好的蜜好不好 我知道有很多訣竅 看色澤啊 什麼什麼的 對 其實好的蜜跟 一般的蜜 最保障的方式還是 要送檢驗 嗯 那再來 一般民眾沒有辦法 沒有送檢驗的話 吃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用比較的 喔齁齁齁 對 你調和的跟 買的 你覺得是純的 你做比較 然後再來就是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 把它放到寶特瓶裡面 去搖一搖 加水嘛 搖晃 然後它有那個 很綿密的泡泡 如果說 一兩個小時那個泡泡 很綿密還是不會消 甚至到隔天都不會消 那個就是 很純的 喔 看它的泡泡 對 然後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放到冰箱 它會不會結晶 對 因為一般 調和的 它不太會結晶 嗯 啊純蜂蜜 它放到 冰箱 就是 大概一兩個禮拜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 倒不出來 喔 像麥芽糖一樣 對 然後它會從下面 從底層開始結晶起來 白色的結晶 對 那很多人會以為說 會覺得說 發霉 我的蜜結晶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是加糖的 嗯 那現在的人 沒有一個 他們不太知道說 那個蜂蜜跟糖的屬性 蜂蜜它是要 遇到冷 它才會結晶 可是糖 我們是要加熱 喔 兩個顛倒 兩個是顛倒的 嗯嗯 大家就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屬性 所以他們很多人 普遍都會認為說 結晶就是加糖的 是 對 好謝謝